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当时看过之后给我的感触很深刻 为什么那么多朋友愿意看 那个电影在中国都认为是近十年来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电影 而故事的情节我个人认为挺简单的 你只要动作片也好 爱情片也好 都可以 但是他最特别的 他作为导演诺兰 驾驭了整个几个不同的空间层面 用时间连在一起 用具体的人连在一起 阐述着 在我的角度来讲 认为阐述着生命在不同空间的关系 而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 我们真实的生命 可能真的就像诺兰 在电影当中所表现的那样的生命在存在着 他等于是唤醒了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生命本身的真实存在 所以觉得好看 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析 我说尊重生命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实人的环境当中 做出的对与错的事情 将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一层一层的生命本身 那是真实的 那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我们会看到具体事情的发生 而具体事情的发生 不正像电影当中所表现的善与恶的对垒吗 而那个恶在现实的环境当中表现出最大的成分 就是自私贪婪权力占有杀戮血腥 拒绝中共就是拒绝邪恶 有朋友说你成了涛哥的口头语了 可能是吧 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这事完了 谁也就不再提了 但是这事完了 每一个人是守住善念了 还是趋于自己的利益了 你也给自己定了 不信咱就走着瞧 网上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那这份报道是引述了香港的动向杂志的报道 他讲周永康做了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所以等于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周永康这事还没翻过呢 所以咱必须卡了这时间 文章讲说 动向杂志343期登了一篇评论文章 叫习近平的反政变基本建设 文章提到 习近平要彻查周永康的案子的重要关键在于 要把破坏了的规矩重新恢复起来 那周永康破坏了什么规矩呢 第一 无所忌惮的在高层领导之间串联 那就拉帮结派的意思 对吧 搞山头 第二 薄熙来进京表演唱红 他就对常委不出席的默契置之不理 讲 那就变成了当初薄熙来是到了北京去唱红去了 好像在民族音乐厅啊是民族馆带着整个的唱红团 那周永康出现了 但是我想说呢 周永康当时的出现是靠他的实力啊 对吧 靠他的实力 第一 第二 当时这个周永康的出现是在是真正被嘲笑的人是胡锦涛 对吧 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应该明白了 他第三 为了打击党内政敌 竟然不择手段动用情报机构 甚至向国际媒体输送腰带 他必然会这么做 这个体制没有集体领导 这个体制只有必须有一个人说了算 当年的胡锦涛的集体领导是江泽民说了算 嘲笑他 侮辱他 实际就这么回事 欺骗所有老百姓 老百姓说你看我们党进步了吧 叫集体领导 这个道理非常清晰的 文章提到说 关键问题是周永康破坏了中共内部的规矩 传说中的薄熙来周永康政变联盟 在习近平看来 这是破坏规矩的后果 我个人不是不认不认为 他那些规矩的原因破坏的原因都是为了后面做准备 对吧 都是为了后面做准备 那周永康去破坏那个规矩一定是跟江泽民曾庆红是一体的 不是他个人破坏不破坏规矩 我一直跟大家澄清这点 周永康不是最后的老虎 道理很简单 刑部上常委已经成为了规矩 他是政法委书记 他可以在最后的两年把维稳费超过军费 他可以不尿胡锦涛 他可以随意怎么去做 这个时候他安安稳稳的退休 谁也不敢动他 今天吃不下来他 就是我说谁也不敢动他的最好的证据 而他之所以可已经达到了谁也不敢动他的地步 他要更上一层楼的话 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背后有着江泽民和曾庆红 谁也不敢动他的基础 是他要保着江泽民曾庆红 所以根本不是 我不认为这个动向杂志这个说的是说到根上 说到了一个层面 但他的根上就是江泽民 在这篇文章里他也提到说 其实在今年三月份下旬 有一篇文章叫从周永康领军起公安部是最烂的部 那我看过这篇文章是人家后头有人指使写的 他讲99年周永康出任这个四川省委书记 由此迎来了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周永康从政的道路上得到江泽民的支持 是上海帮的主要成员 一路高升 我觉得不是不仅仅是这个了 应该是跟这个曾庆红直接相关了 曾庆红是周永康在石油帮里面的大哥 后来周永康进了国土资源部 很短时间又进入了四川省 又很短时间上调中央 进入了这个公安部任部长 兼政治局委员 所以当他从石油系统调出来 进入国土资源部的时候 那个时候曾庆红跟江泽民 已经故意培养他 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层任政法委书记 这个文章里也提到 周永康的后台还有曾庆红 而他掌控的政法委体系成为了第二权力中心 当时把胡锦涛和文家宝给押住 国土资源部和四川省委书记 是今天是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 必须经历的在国家大部门和在国家大地方 任第一把手的经理 习近平就缺少这个 所以习近平是渔翁得利 当时是突然决定他成为王储的时候 反向进入到浙江省和上海市 任短暂的当地的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 逆补他中间的空缺 薄熙来的途径是一样的 在这个辽宁从地方做起 一直做到省一级高官 然后进入商业部任部长 本来他已经具备了在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经理 他应该进入上一层 结果当时遭到了无疑和文家宝的阻击 所以把他又遣送出京城 进入了重庆市第四个直辖市 任省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 所以前后的关键是这么个关键 周永康从他石油系统开始 就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有意培养成今天这个模样 所以他永远是江泽民的狗 这就谈不上大老虎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说 这些东西呢就那么回事 不能打在周永康就完了 那今天的场面拉开了架子 对不对 360度在杀人 在开弓射箭 我个人的看法就走着瞧吧 反正就是这么个场面 周永康死不死 在我看来都不重要了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最后这走到哪 周永康怎么死 他死的时候带下了谁 这是关键 那提到这样的对立的场面呢 达赖喇嘛在头一天有过一番讲话 挺特别的 因为这个特别的原因呢 是他的身份 法广报道这么说的 达赖喇嘛说习近平是有勇气的领导人 这是达赖喇嘛在接受日本自由记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 他当时讲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是真正认真着手 纠正腐败与贫富差距的人 听说习近平是务实的 有实行力的 现实主义的领导人 他不仅开展了扑灭腐败的行动 而且对中国的法治体系的改革也是积极的 我个人没有评价 因为这个状况 从达赖喇嘛自己的嘴里说出对习近平这样的评价的话 那我个人的说法就是 那让我们骑驴看帐门等着瞧吧 那有关马航的消息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到我做节目的时候啊 这个据说黑匣子被确定了 世界新闻网是这么讲的 打楼专家说 MH370坠毁地点被确定 澳洲的悉尼的先驱城堡16号引述了残骸打捞专家 莫恩斯的话说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失踪客机的搜索人员 应该已经确定了坠毁地点 黑匣子出水指日可待 而这个马来西亚民航的总监说 如果一旦找到黑匣子 马来西亚将派出由专家组成的团队 取得黑匣子里面的数据资料等等 是这么个说法 那如果黑匣子有了 那按照一般的程序说 那就是飞机坠毁了 理论上是这么讲的了 截止到现在 马航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天天有新闻 天天新闻没结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